他是一般,不是每次討論的目的性能。 就是被迫入了… 烹調,都是這幾個套路, 要因此全球出現的影片, 現在在比伴侶電池的裝潮, 然後這個車的調整, 怎麼又認同比較, Karma 通過游泳的銀河 supportive溝底。 但那個車的情況,從歐哥的反應爆表來講 都是百分之幾十幾十的增長 你畢竟原來基數低嘛 到現在最新的TL XL出來了 很多媒體也是這樣去關注這個點 說它是不是能為這個品牌去注入一些強行增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這個容後再說 TL XL我們從這個名字來講 很容易就知道它那個聲勢的來歷 就是TL XL加長的一個版本 但我更願意把它拆開TL XL 就是加大版本的一個TL 我是更願意這樣去理解這部車 因為TL是作為Ecura品牌 可以說是這個品牌歷史最悠久的一個車系 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外觀很多人都以為它是一個全新的車型 其實並不是 是在原料TL XL基礎上一個中期的改款 改動的地方主要就是在前臉 很大一個大嘴 剛剛看照片的時候 就覺得嚇死人了 這個嘴好大 是有點不協調 不過看到實車的時候還好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我們很多時候看照片 覺得一個車不好看 甚至說是難看 先別著急 我是吃過這個虧的 我說這個車好難看的 看這個照片 但是看實車 在3D的 4D的 5D的 但包括氣味 這種各方面的感官 刺激的情況下 你可能它的感覺會比照片上面會更好 TL XL就是這樣子的 我看實車 我覺得它的比例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前臉應該還是蠻好看的 還有這個車燈 這個車燈也是最新的一個設計 5顆獨立的LED 它去給它去帶來這種 本田說是希望一種高科技的感覺 你覺得行不行呢 應該還好吧 然後再看這個車身的側面的線條 側面的線條 我們最關注應該是B柱後面 因為這個是跟老款最大的一個不同 它加長了 但加長了以後 並不會太累贅的感覺 這個車的整一個比例的話 不至於失調 也不至於破壞它原來這個線條 應該我覺得還是還好的 這個車身的比例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包括車尾的很多設計 應該都是符合原來設計師想要的東西 也不會因為加長了而破壞了很多那個感覺 但通過一些外觀的一些裝備的提升 把這個車的質感給帶上來了 我們看一下新車的這個車廂 這個車廂相對外觀來講 我覺得變化是更小的 甚至說是完全沒有變化 跟小改款之前 所有的設計 所有的這種感覺 甚至氣味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也是Ecola這個品牌 我覺得是面臨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做出自己的風格 我們舉例說起Ecola跟本田之間的關係 我們通常都會想到 風田和雷克莎斯之間的關係 它之所以成功 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它在品質感方面 質量方面 氣氛上面 設計方面 格調方面 明顯 掛風田標的車 有一個大的一個差異 大的一個提升 給人家完全不同的感覺 這是最重要的 你說在這個ES裡面 誰都知道這個車 跟CAMBI或者說AVILLE 亞洲龍 在平台上面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是你不會想像到這兩個車 有太多的這種身份上面的聯想 但一部Ecola就不會有這種感覺了 在TL上面 尤其無恥 有人吐槽 說看到這個標像長安 說說怎麼著 我覺得這個明顯是適當的 怎麼能像長安 不過LOGO相似而已 但是我倒同意另外一個說法 說它是一個雅閣王 這個毫無疑問的 這個車的底盤 平台就是雅閣 雅閣是百分之八九十是接近的類似的 而且更要命的是坐在車廂裡面 都是跟雅閣是如此的相像 連味道都是這樣的 每一個按鈕 每一個細節 都是和雅閣很像很像的 這共用的太厲害了 而且你看它的造工工藝 包括很多配置方面的一些設計 都是和本田完全拉不出一個差距 這是歐哥最要命的地方 不過看一下TL XL 我相信本田也是輕助於全力了 它的配置極其豐富 我數一下它都有什麼裝備了 主動巡航 還有車道偏移 方向盤掐熱它都有 你看沒有 還有幾種模式的這種 駕駛模式的這種變化 導航 然後還有一大堆的這種 預碰撞系統 它全部都是有的 在配置方面它並沒有行戶 而且跟C-Class 3C這樣去比的話 只會比它們好 並不會比它們差 OK 再看一下它的後排 它的後排也是經過加長的 有沒有問題呢 本田一直都是玩空間的一個高手 我從來不會擔心一部本田 在空間方面它做得比對手差的 TL XL 我覺得也有讓我覺得好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後排座椅的佈局 你看到沒有 它這個座墊後排是在這個位置 前座坐墊 我手比劃一下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它阻止我那麼多的一個高度 一個差異 這就是本田一直以來 它希望去做的一個叫 劇院式的這種座椅的佈局 後排是稍微高一些 讓我們的後排視野會更加好 事實上也是能做到的 而且它不僅僅是視野好 它這個座椅的厚度 也是讓我有點吃驚的 無論是靠背的這種軟硬的程度 腰拖的這種符合我們乘坐的這種體型的感覺 這種乘托力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真的是比3C或者C-Class都會比它們好 這個就是TL XL 它的後排我覺得值得讚賞的地方 但也有問題 它的問題怎麼樣呢 就是它把後排的坐墊提高了 但是它沒有把車頂的這個高度給提高 這樣頭部空間就不夠了 你看我這個個子不算高吧 我挺直去坐的話 我上面一全都不到了 如果再高一點個子 如果你是1米8的以上的個子的話 坐在這個後排 會覺得頭部是有點憋屈的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中排座椅 可以說是形同虛色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要設計成這個樣子 中間龍鐵老高我就算了 中間這個座椅 中排這個地方它也是高的 後面這個是凸出來一大塊 所以如果我要中排座椅做人的話 頭是完全不能挺直的 因為頂得很厲害 我只能彎著腰這樣去坐 嚴格來講 坐5個成年人在這個TL XL上面是不行的 這一點我是覺得相當奇怪 為什麼本田在做這個車的空間的時候 難道它只是為了考慮2加4做一個布局嗎 它的中間扶手 也是有一個屏幕的 它也是希望提升那種豪華感 以及它後面也有個老板的座椅 也是很時髦的一些配置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相信這個車是設計成一個2加2 這樣的一個設計布局 如果你在空間方面有一個大的要求 叫長期或者說是對5座出行有剛需的話 這個車你真得試一下它的中排座椅 你能不能接受 我都是不能接受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的 好了很多都說買一部歐哥 它的最核心的價值或者說最讓人高興的地方 是應該開起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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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算是成功 還是有一點替本田覺得很擔心 這個車的價值 必須要在開動以後 在這種路面上行駛的時候 才能是最好的一個體現 沒得說的 之前我們很多的那些本田粉都說 買他們家的車是買發動機送車 然後挑XL還是什麼情況 除了買發動機送車 還買底盤送車 最不值錢這個車的本身 就我剛剛說的一些包裝這方面的 的確是不吸引 但是開起來的話 是有獨特的風味的 我真的蠻喜歡 看帳面上 現在這個連帶 還拿一個2.4升自然吸氣發動機出來 的確是不怎麼能拿得出手 儘管這個自然吸氣發動機 它的馬力並不小了 208匹這個馬力 不過對 跟施博越那個A3是一樣的 然後再配這個八速的這種 本田獨家雙離合變速器 我為什麼要加這個本田獨家呢 你已經也知道了 它跟其他家的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是他們有自己的一些技術在裡面 真的是很好 這種平順度 流暢度 以及給到我這種動力的反應 我是覺得 沒什麼好投訴了 儘管它的這種馬力輸出 沒有那種2.0T的那麼好 這種車像3C 包括C cars又好 它是Turbo發動機 而且調整是非常爆的 一點就來 一點就來 就像那隻發情公貓的 那個很敏感的屁股 你一碰它嗷嗷叫 就是那種感覺 但這個車不會 它的動力還是老一派的 這種本田車的那種風格 必須要把它踩到高轉上 你看一下那個轉數表 一直踩到往5000轉以後 聲音都會變了 對 讓我想起了以前那個大VTEC的連帶 哇哇哇的那種感覺 這個車居然是給到我的 還是有那種Kitech的那種 那種VTEC的那種風味 它們那種感覺還是有的 這個是我覺得是蠻喜歡的 可能我本來是比較有開之前本田VTEC 這種經驗以及這種情感因素在吧 所以我對這種能喚醒我以前的 這種好印象的特性 我是有感覺的 但是問題又來了 對於大部分人沒有經歷過 以前這種年代的 沒有開過真正的VTEC發動機的 本田的車迷來講呢 它已經被那種2.0T的發動機去洗腦了 那種動力是狼鐘探悟啊 我不需要掉鑽樹 不需要什麼都不用 我一踩油隨時來隨時就有 反正這個任品你怎麼去改 任品你怎麼刷 其實它的那種 再讓你發揮的那個潛力就已經不大了 這個就是這個發動機的制約 但是從目前這個208P 以及搭配這個8速的雙離合變速器 這一套的動力系統來講啊 在本質工作的範圍內 以及它本來是可以發揮的範圍內 我覺得已經是很高很高的一個水準 好 再說一下它那個底盤 這個底盤呢 其實試車之前呢 很多 我挺奇怪的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同行會說這個車的底盤 是那種比較偏硬的一個調教 絕對不是硬的 甚至是我覺得是軟的這個底盤那個調教 過了很多那些高速的那些彎道 以及像你看這種大的起伏 你看那個車身還要晃兩下 這個懸掛絕對說不算是硬的 跟C-Class去比的話 它絕對會比C-Class是軟上至少一個級別以上的 它是明顯偏向舒適性的調教 我想這個也是TLXL希望在設定上面 給到我們中國用戶的一些偏好上面的一些調整吧 那些這個車要行政級別 你看它後盤那些裝備 都是希望它往豪華方面去靠一下的 所以它不能再搞一個太硬的一個懸掛 好 軟的懸掛或者說是 不是運動意味太大的一道懸掛 是不是意味著它操控就不咋跌呢 我不敢說它的極限怎麼樣 因為這個要開到賽道上面去試 我才能給到數字裡 但日常在路面上去開的話 的確這個車的靈活性 這種拐彎的時候快刀切豆腐這種感覺 是不夠三系 甚至是不如一個C-Class的 我覺得跟我之前試那個凱美越是有八分的相像的 現在這個凱美越它的操控水準是提升了很多 所以這部TXL是很像很像的 就是那種軟軟的 但是要到支撐力的時候 它又能給到你 然後它的極限又是蠻高 這就是這套懸掛那種感覺 挺適合日常去開的 好 再說一下它的後輪隨動轉向的功能 它把它說的是這個車的一個黑科技 又怎麼著怎麼著的 但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好炫耀的 這個不是什麼太新的科技 最早90年代的馬自達929都已經有了 對吧 那個年代很新這種科技的 只不過現在又拿出來這樣去說 它能實現的功能就三個 慢速的時候就反向去轉動 它最多就有兩度 就為了減少我們的這個拐彎的半徑 高速過完那時候它是同向轉動的 讓我們這個車減少一下車尾那個壓力 讓它整一個循跡行動會更加好 這是它兩個模式 還有一個模式 我覺得這個模式反而是我挺喜歡的 就是在急煞車的時候呢 它能同時改變兩個後輪的那個豎腳 它會這樣一個內扒這種形狀 讓那個車尾的這種姿態 成一個收斂這個姿態 我們玩過賽車就知道 我們要那個車尾活一些 就把那個外扒一些 讓那個車尾沒那麼活 就把它內扒一些 它就是這種考慮的 急煞車的時候 會讓我們的車尾更穩定 所以它會給一個內扒的這樣一個設定 的確是對操控方面是有幫助的 我舉例要過急彎 如果我們拐進去的話 暗藏你 它可能車身已經會有點推頭了 沒錯 它同樣也會有推頭的那個狀態 前輪稍微我聽到輪胎有那麼一點點響 嘯 想一下 但是這個時候它尾巴又跟進去了 它不會讓這種推頭的情況進一步惡化下去 這個就跟其他的傳統的這種本田的前驅車 是滿大一點的一個區別 以前的話你推頭了 然後繼續 不管它繼續採用門的話 只會越來越惡化 這個並不會這樣的一個情況 同時車尾跟進了 推頭不惡化了 但是它的循跡性能也是有保障的 這個我覺得就是這個後輪主動轉向系統 對操控方面最大的一個幫助 但是這個車最得我心的 我相信還是這套動力系統 真的是太棒了 可以說是這個連帶 我們能買到一部表現最優秀的自然吸氣發動機 以及變速器沒有之一 這句話真的是我負責任的 你不信你去找一部可以比它 表現更好的這個發動機 以及這個變速器搭配的車 我印象中真的找不到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變速器了 這種平順性是可以說是出乎想像的 留意一下轉速表 我現在速度不高 我現在先把一個正常模式開到OK 開到一個正常模式 我把車速開到80 好 我不斷去降檔 你看到沒有 只能看到轉速表在動 我這個車是沒有任何的一種頓挫 而且這種變動是極快的 任何的轉速速度範圍內 只要不會爆轉 它都是很願意給我們降檔的 而且這個降檔速度是極快 換檔速度也是極快 這個是沒得說的 完全沒有以前我們印象中的雙離合變速器那種頓挫感 它沒有 普通AT變速器換檔那種稍微遲滯感 它也沒有 就是把兩者的平順性 以及快速這種換檔的好處 全部都集齊在一身可以說是完美的這個表現 沒得說 I'm covered in snow 試完車了 不好意思 我都是想跟Ecura說 如果你真的想希望憑借這部TL XL 去等你們在今年的車市或者領域牌子 約上台街 這輛車可不可以大賣的話 我覺得真的問水了 其實問題都是幾大的 首先這輛車的殼不吸引 它的樣子 我說你不難看 對了 但是和漂亮 真的還有些差距 因為大部分我們的用戶來講 你的牌子不夠吸引的情況下 只有一個不難看的殼是完全不夠的 我要你一個很Sharp的殼 很型的殼 你看看VV7 是吧 牌子你不要說它比你威威 肯定不會的 但是人家的殼漂亮 人家的樣子漂亮 起碼一大班的小白用戶衝著你這個樣子 我都會埋單 但是TL XL 我覺得 你現在這個樣子 就靠你抹大那個牌咬的嘴 我覺得都還未做得到 所以你的殼不夠吸引 牌子又不夠硬正的時候 還要靠什麼?靠內涵 你這個內涵 毫無疑問 我試完車之後 好的 是很好的 你這個2.4機器 再搭這個8速波箱 可以說是世界上一等一的高手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車壇 所有的牌子 再一線的牌子都好 類似你拿一台比這部更加優秀的四缸自然吸氣機 比這台更優秀的8速波箱 或者不要理八速任何波箱 可以跟它比的 我覺得都是難的 找不到的 它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頂尖的水準 但是又如何呢? 一個2.4的自然吸氣發動機 你再優秀 你都是NA機器 同級大家都已經玩Turbo的時候 我們公眾認為 Turbo機器會是更加高檔的一個選擇 更加吸引我的選擇 你現在給不到一個很好的說服 哪怕你已經做得很優秀 底盤方面 你又沒有後驅 你又沒有四驅 你只是一個前驅 那又是沒有一個很令人說服你買你的理由 你看Infinity 我就靠那個線控主動轉向系統 其實比你這個喉嚨主動轉向系統威得多 技術含量亦高得多 都是不行 所以擺在Equila面前的東西 其實不單止會是具體某一個科技的問題 哪怕它換了2.0T的發動機 我覺得它前景也是一般 堪憂 講明這個問題 豪華品牌不是你說它是豪華 就豪華島 是有很多的各種因素 去令它達成這件事情 車廠去公佈一個牌子 Equila一定就是給本田高檔 但是是不是大家公眾可以接受到你 你就可以跟ABB去齊名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兩碼事 需要你可能在設計方面再用點力 在造工方面 格調方面 你要跟本田再拉開一些差距 這樣才可以做得到 今年Equila品牌還有一部全新的車 會發佈的就是RDX 我覺得那部反而會更加有機會 首先它是吃中了這個SUV的市場 第二個那部車的殼是漂亮的 起碼大家一眼看到它的時候 可能會給全新的Q5更加吸引 它有很多設計方面的亮點 如果它那部車是2.0T的發動機 亦都是大家想要的東西 再配SHAWD 那部車反而會是歐哥可以發為的 一個很重要的車型 TLX放在這裡 至於它可以賣多少 真的是隨緣的